大家好,我是卫长者,我亲生,总有朋友问我啊,亲生啊,我做了胃镜了,但是呢,医生给我取了病理活检了,这个病理活检的结果没出来,我非常担心他是不是一个胃癌,或者就是说,哎,医生给我取了这个病理活检了,他是不是一定就已经变成胃癌了啊,给自己吓得不行,或者有些朋友啊,做了胃镜了,医生没给他取活检,哎,我但是我胃里面有迷了,有什么东西,这到底是不是已经癌病了,那么今天视频呢,就详细的给大家谈一下,到底怎样来初步判断自己胃镜下的这个病病了 他是不是一个胃癌,那么其实啊,很多朋友总会在网上啊,查一些啊,这个病面是个三天一型二型的等等,这些三天几型的这个病面啊,或者是网上查的就是说,哎,这个是巴黎胃癌的分型啊,怎么那个啊,021了,022了,023了,哎,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从来变,那个东西从来变,然后呢,就给拿回来问,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变了,怎样怎样的,其实要我说啊,你研究这些东西没大用,没多大用处,说实在的,这些东西其实更多的是,让医生通过这个胃镜, 胃镜下的这个分型,来判断这个病面的一个外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拿这个东西去断定,是不是还其实呢,意义不大,而且说实在的,这个东西你要分开来讲,详细来讲的话,它其实并不是说有,非常适合有一些,没有医学基础的这些朋友们来研究,而且这东西真的去研究的话,它更多的更像一个讲座,那么今天呢,我就用这个比较多数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三个方法,来帮大家判断,自己胃镜下的这个表现了,是不是有癌变风险,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就三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这个病面,大小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说实在的,就是说这个病面,你如果要脱离了大小,来判断的是否是癌症啊,其实很没有医学,如果你这个病面,它明显的看着就是一个0.1厘米,0.1厘米,或者0.2厘米,非常小的0.5厘米,等这些东西非常小的一个病面的话 哪怕它是一个胃癌,或是一个癌症,其实它都是一个早癌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一般来说像这种非常小的病面,它就算癌病了,它也就是一个早期癌症 而更大的概率,其实可能就仅仅是一个炎症,所以说你不要脱离了这个大小,而去研究它的形态,其实没多大的意义 而且早癌为什么说相对会好一点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胃癌的早癌的话,它可以在内静下给你切除掉 说白了就剥成皮,并不用切胃,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病面,它特别的小 说实在的,你真的不用太紧张这个东西 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来判断这个东西的话,你需要根据它外观的判断 如果这个外观,它就很明显的,告诉你说是一个谜,是一个什么 比如说它的颜色发黄,发黄的话,其实你应该先考虑到它是不是一个脂肪的成绩 一般来说,像这个胃镜下的这个黄色肚瘤,它呢,是发黄,而且边缘清晰 而且表面呢,是一个粗糙的状态,它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脂肪层肌 更大的概率,它和有某种感觉感染有关系 如果这个表面呢,它发白,或者就是说白的,而且稍微粗糙一点的话 它可能呢,是有这个萎缩或者长化的可能性 如果呢,它发红更多的,还是考虑是个炎的 那么,怎样的外观才考虑是未来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呢 一般来说,它是这个表面有大量的坏食物的附着 而且质地会比较脆,一碰就出血 这种情况的话,甚至有些边缘成这个环滴种 就像火山周围一样,那种边缘高,中间低,表面呢,有坏食,有隆起 这种情况,如果要给描述的,表面有大量坏食物附着,而且有这个质地脆 一碰就出血这个情况,边缘成黄金状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可能癌缘概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说,你不要,就是说去纠结于它的这个外观 就是有些很光滑的病变,甚至有可能还有黏膜下的一个病变 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表面发脂,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呢,它就是一血管,那种情况的话,你让医生给取过也都不取 这些取下来,可能就大出血了,是吧 所以说,我们不要,就是说,去网上看,啊,什么颜色的这个病变,它就是癌病 不是这样的,你不要看那个颜色,而看它的具体的一个外观的描述 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这个病变,它是否作发 这也是就是说,很多人纠结,为什么医生不去活解那个原因 就是说,例如说,有些这个病变,比如说,有些人胃底,胃体 有大量的这些零点几厘米的一个吸肉,或者几毫米的一个吸肉 它呢,表现发白,而且有些比较光滑的话,可能大概率就是一个胃体线吸肉 而且它量比较大,你都把它取下来,创伤会比较大点 而且这种胃体线吸肉的话,你去查书籍,你其实可以发现这种东西呢,癌病概率是极低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你没必要过度的纠结,而且说实在的,就说一些零哪几厘米的这种吸肉呢 它大概率不是胃底线吸肉,就是这种这个严症性的吸肉 你把它全切下来,反而是一种创伤 我们不如就是说,先治疗严症,或者就是说,先取一两个,去判断一下它的性质 这样会更好一点,而且再说的就是说,有些人胃里面多发的迷了,甚至多发的溃疡 有些人没取活剑就特焦虑,这东西为啥不够取活剑呀 其实在临床上,你会发现,一般多发的这种病变的话 癌病的概率相对会比较低的,而且说实在的,胃里面要都是迷了,都是汇阳 你取哪一块,不取哪一块呢 而且我们说实在的,你就算取活剑的本身对胃也是一种损伤 它如果弥漫性的这种病变的话,你首先找不到具体该取哪一个 而且你取的话,本身对黏膜就会再造成二次的损伤 从而再形成一个弥烂,形成一个溃疡,这时候反而得不偿失 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可能医生就会放弃取活剑 从而退而求其次,去先进行一个治疗,然后再复查胃镜 再看一下它这个弥烂,这个溃疡,到底康复了没有 如果康复了,这个时候哪两个,吃了这么长时间,要了 飞压这两还没长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再针对这两个病变去活剑的话 这更有针对性 所以说呢,具体是否需要取活剑 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心 因为每个飞行大夫都是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 不用去纠结这个东西 而且就算不取活剑,大夫也会就是说 给你就是说选择一个合适的指导方式 以及合适的复查时间 你要知道,你去网上查到那些判断 永远不如大夫直接第一眼 在胃镜下动态的看到你这个病变 以及就是说这种高清的画面 看到的这个病变更加能进行一个判断 而且啊,给你取了这个活剑的话 你不要上来就先想胃癌 因为取活剑的原因有很多啊 我们其实大部分时候更多的是为了判断 这个严正的性质 当然了,可能大家最关心的是判断的良恶性 但是良恶性仅仅是一点 良性病变里面 我们也需要判断很多它的性质 比如说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炎症 也就是活动性的炎症,急性炎症 或者就是说这个炎症并没有活动性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胃都有炎症 它天天在胃酸里炮着 而且和食物磨砂 它都是有炎症的 那么这时候它如果是个慢性的炎症 而且也是非急性的炎症的话 我们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啊 所以说你真的没有必要过度的去纠结 这个东西它就是说是不是良恶性呢 是不是一取就是恶性呢 这个没必要 而且你要是真的想 就是说初误来判断 这个东西是否已经来变化 我刚才也说了那三个点 你可以就是说自己进行一个初误的判断 这个东西的大小 这个东西的外观 是否就是有一个污浊的坏死物 有这些边缘龙气质地的脆 以及它是否多发这些情况 来进行一个初误的判断 但是还有一句话 任何判断都不如最终的这个病例结果 因为病例结果它永远是在显微镜下看的 我们医生再怎样进行一个判断 也仅仅就是说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进行一个判断 所以说你安心的等待自己的病例结果 永远要比这个自己去揣摩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癌病啊 要有一夜多 徒增焦虑 那么关系这个问题就说这么多了 也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